今年桃园补教界将提供1171个名额 助学金额高达6198万元 来帮助桃园市落市学生 市长郑文灿出席捐赠活动表示 这项公益活动累计已经有1392名青海学生受惠 历年助学金额超过3亿元 补教协会跟额照协会能够有这样长期的努力 我真的要非常谢谢 那我看到累计的96年到现在开始 这个登阶的登阶计划的公益活动 受惠的学生已经到达1392人 总金额3亿元 那今年有120家我们的这个补教同业 那么提供的名额是1171名 总金额到达6198万元 郑文灿说今年上半年疫情严峻 但补教业者爱心不减 助学阵容从前次的85家提升到120家 名额也从前次的500名增加到1171名 那我要特别谢谢我们补教业者在三年的疫情期间 照顾孩子 我们提供了很多的防疫物资 也是全台湾在 不管从这个耳温腔到这个口 打疫苗到这个快筛等等 我们都有优先考虑到补教业者 包括幼教业者的需求 桃园在这方面都是走在前面 凡是桃园市高中职国中校 以及成人公职考试的学生 具低收入户 儿少生活辅助家庭等证明文件 并经学校老师推荐者 就可以参加申请 申请时间从即日起到12月31号 就读时间为112年1月到12月 记者冬云飞市府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